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高雄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以及FB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南方科技城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潘俊仁 上礼拜跟大家聊到电池的技术 电池的技术主要是在储存电 然后再把电来输出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电从哪边地方来 电从哪个地方来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 叶敏欣叶教授 叶老师好 各位线上的听众 还有FB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叶教授是毕业于 国立台湾大学化工系的高材生 曾经是我们有同实验室共识过 非常优秀的学弟 然后弃我们而逃 跑去台大读书了 最后有出国来做进修 那是什么机缘 因为我们观众朋友可能是学生学子 那是什么机缘让你能够去或是动机 让你去国外做一个进修的一些规划 事实上是也是在国科会的补助下 在毕业之后 那当然很有机会能够拿到政府的补助 能够有机会让我们去国外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进行交流 那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机会 能够拓展在自己在这个研究这一块 特别是我在博士班就是在研究一些新型的太阳能电池 所以想透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到世界更厉害的研究单位去看 不一样的研究 那当初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您是在前往哪个学校修读呢 我是到美国的乔治亚理工 乔治亚理工 就是Jogia Tech嘛 对 那去那边的话 有没有特别收获可以跟线上的各位朋友来分享 特别的收获 特别的收获当然是就是就是第一次有机会能够 因为大部分我的整个的求学经验都是从都是都是在台湾 比如从国小念到博士班毕业都是在台湾 那当然有机会到国外不一样的学术单位或是学术体制里面去 去了解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做研究也好或是求学问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发现他们的模式跟我们台湾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那对于现在学子如果正在犹豫中 犹豫中要不要去出国读书 你们什么给他们一些建议的地方以你过来的经验 如果真的要给一些建议的话 那可能就是会建议有如果真的在求学生涯的时间 包含像是在大学或是在研究所的阶段 如果有机会可以透过一些学校的一些交流的交流计划 能够先去做一些初步的认识 或许会让你在选择下一步是否要出国求学的这个决定会更有会更踏实一点 对对对 那那个地方生活开销怎么样 生活开销 那边有点像是应该说那边的物价比较便宜 因为我也是挑比较便宜的地方去 就是物价中的比较低 对对对对 因为还是要妥善的这个好好利用这个政府提供的这样子的补助 的金额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不要每天都在想这个到底要吃什么 所以就是找税比较低的这个城市去 那刚好就找到了这个Georgia Tech 对就是在乔治亚州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大学 所以在那边学到的大概是有哪些东西 在那边学到的 当然研究的部分可能等一下会透过一些就是 主题上我们可能会讲到 那至于其他的话可能就是会学到跟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交流 对那特别是不管是从比如原本就是在美国念书的 的这些美国学者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像欧洲的 或者是一些像是亚洲来的国家 当然平行人论说大家都要用自己不熟的语言 那可能共同的语言就是英文 对那大家的英文可能都不是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就是大家对做研究都有个热忱 所以所以讨论起来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也可以在这边跟各位有兴趣前往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去留学的 或者去交流的都不要太害怕自己的英文程度很差 因为更差的更多 更差的更多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啊现在学子可能出国很怕英文不好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到那个地方之后大家习惯之后应该就好很多 对对对对对 工具嘛就是拿来能够拿来 拿来交流拿来做讨论事情那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那你出国之后呢是原本出国前就想要从事这个教职工作 还是出国后在国外这段时间 那你有这个从事教职的想法 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申请 这个就是决定要出去做交流这段时间 也是把自己的把这个这样子申请当成是一个gap year 就是去想一下到底自己要的是什么 嗯对那对所以在这个研究段中 也慢慢的觉得自己好像对于 就是所谓的就是做研究 还有所谓的跟别人讨论 然后去解决一些研究上的课题 我觉得那可以当成是我的一个 可以一直热情的往下做的一个工作 所以回到台湾之后 我也继续选择以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形式 就是以这样继续做研究来当成是我的一个 一个人生的目标这样子 OK所以说那时候的这个过程 也是在你后面往后的一些学术生涯 也有很大一个帮助嘛对不对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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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今天主要题目是要讲这个电池嘛 电池您在这个Georgia Tech那边也学到很多技术 那这礼拜我们主要讨论电池 跟上礼拜主要差异跟大家说明一下 电池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是一个东西输入 一个东西输出 就比如说电输进去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把它输出 对不对 就像我们银行一样嘛 我们银行就是把钱存进去 对对对对 那要用的时候就把钱把它提出来 是的 是的 对但是现在问题是钱从哪边来 对 是的 所以今天叶老师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钱这个能源从哪边来 所以今天叶老师要带大家发财 所以钱从哪边来的问题呢 就衍生到那这些能源可以从哪边来 是的那首先先跟 因为上周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 上周其实大家有听到所谓的除能的技术 那最广为大家了解的就是电池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碰到电池没电的时候 对那电池没电的时候就需要充电 对那当然电是从哪边来的 那并且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能源给创造出来 对那所以说怎么把我们环境中的所谓的 不管是化学能也好 或是所谓的自然的绿色能源也好 把它转换变成我们可以利用的电能 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就叫我们所谓的创能的技术 对对对 创能 所以是创造的创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创能的技术 那目前跟各位听众朋友 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那目前创能的方式大概有哪些种 是的 目前创能的技术 其实以目前台湾来讲 那当然比较传统的 或许创能用另外一个字 你们可能听众朋友会比较熟悉的 就是所谓的发电 就是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发电 什么样的方法 那当然对目前台湾最大宗的发电 是所谓的火力发电 那包含像所谓用煤炭 或是一般所谓的石化燃料燃烧 然后透过发电机去产生电能出来 对那这是一个像 就是我们比较能够熟知一个 创造能源的一个方法 对那当然目前因为 当然现在的所谓的 它探权的议席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所谓的绿色永续能源 也在台湾 不管是台湾 甚至全世界也受到共识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 一些比较其他的方法 能够把环境中的一些自然的能源 能够转化变成我们可以使用的电能 那当然这个转换的方法 其实也是一个创造能源的一个技术 那目前台湾 相信大家对于所谓的太阳能电池 或者所谓的风力发电机 或者所谓的水力发电机 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电的模式 应该大家都不太陌生 那当然目前在台湾 我们有引进了非常多的新式的这种发电技术 包含像所谓的离安风电 或者说一些更新型的这种太阳能电池 相信都是未来要让我们能够 能够产生怎么样从环境中的自然能 能够转换成所谓的电能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你刚刚提到 其实产电的方式 我们会衍生出来的就是说 它好像会有污染 是的 对好像有污染 而且目前的社会 就是对于这个碳排放非常的关注 那有没有哪些方法是 它是完全一个可以说是绿色的 没有任何的排碳 一些创造能源的方式 是的 就像主持人提到 其实在绿色能源的议题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转换的过程中 我们都看到了它绿色的那一面 但事实上在制造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像风力发电机 或是所谓的太阳电池 其实它所隐含的这些 背后的污染跟成本 其实是在我们一般消费者前面 是看不到这样子污染的 对就有点像 对你没看到气体排放出来 不代表它不会排放气体 对你只是看不到而已 或是你不想看到而已 对所以这样子的转换过程 其实到底真的这些绿色能源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 所谓的全世界的 所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真的会下降 还是说是不是真的就可以 不用再依赖所谓的 的一个价格 所以基本上 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 导入到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推动 这样子的一个 永续绿色能源的时候 非常难以突破的一个瓶颈 对 那你刚刚提到 很多好像是我们能够耳熟能响的 太阳能风能 火力发电还有什么 也没有哪些创造能源的方式 是一种前瞻的 前瞻的 可能目前观众朋友不知道 那可能未来有一天 会被大家管用 可能改变我们生活的習慣 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在 这可能要稍微讲一下历史 历史 就切回到我们 因为我跟主持人是硕士班同学 他主持人是我学长 那那个时候其实 我们做的研究都是一个 非常 那个时候非常前瞻的一个研究 就是所谓的氢能燃料电池 对 在那个年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下下叫了 对 那时候电池真的是 车尾灯都看不到 真的是电池真的什么都 对 那时候全实验室都在做氢能电池 每人在做电池 一般传统的锂电池 疯狂做 对 可是后来 没看到路上有车在跑 对 20年过去了 好像还是对 路上一堆的这些电池车在动 把电池车把他们今天追上来了 对 只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就 因缘际会 其实那时候就对于这种 新的能源有了启发 对 所以后来我到了博士班期间 我也开始学一些新的太阳能电池 对 就是希望不要再用传统的这种细晶元 新的产生能源 对 新的产生能源 把太阳能转成电能的方法 对 让他有机会可以 就是 可能是跟老天爷借点能源就对了 对 只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当然就以前学到了这些能源 那我那时候在选择要出国进修的时候 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更新的能源转换的技术 能够不要就是我们最后只有二则一的方法 一个用太阳能 或是一种 想要用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转能 转化能源的技术 所以就后来就选择了 选择这种新型的一个 我们知道所谓的创能的技术 叫所谓的摩擦纳米发电机 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能够有效的把一般的机械能 能够转换成我们可以使用的电能 所以你刚才讲是一个摩擦奈米发电机 摩擦奈米发电机 摩擦奈米发电机 那为什么再加个奈米 奈米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对 就看你怎么去定义奈米这件事情 奈米其实就是尺度非常小的一个单位 但我们那时候去定义它只是要说 它的在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空间 尺度是非常小的 那它可以从很围观的这个器件 一路扩展到更大的这种所谓的平台上面去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会相对于传统的这种所谓的 电磁机的发电机 对 它那就比较没有从奈米的角度去看 那我们这可以从很多的 从材料的观点或者从机制的观点 都会跟这个奈米尺度的现象是有关联系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元件做得非常小 是的 那它主要的发电的方式是怎样 这种摩擦奈米发电机 其实重要的这个字其实就叫做摩擦 对那其实摩擦 相信大家这个 摩擦发电 摩擦其实大家碰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摩擦起电 对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冬天可能会被门把电到 这样子的现象 或者说可能穿毛衣的时候头发会竖起来 或是不小心被其他的这个走过的时候 可能被别人的电到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其实都是一个所谓的摩擦起电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透过这样的过程 其实我们可以巧妙的透过一些元件的设计 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电能 想办法让它能够倒离出来到我们想要的器件上面去 所以它可以透过这样子不断的 只要它能够一直不断的重复 一个所谓的接触与分离这样的过程 对因为就有点像是 对就像静电你不会一直被静电电吧 对 静电就倒掉了 对倒掉就倒掉了 但如果你可以透过一些方法 透过一些元件的一些设计 可以让它可以不断的能够重复这样子的行为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电能够倒回到 我们想要的利用端的这个元件上面去 所以刚刚亚老师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平常过程 生活过程中一些摩擦的一些电 它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我们透过你刚刚提到的奈米 摩擦奈米发电机的方式 把它收集起来 是的 然后变成一个可用人员 是的 这是有一种全新的一些发电的方式 是的 那有没有一个实际例子 现在观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 有没有实际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你说这样子的发电的模式 对是不是装在衣服里面 还是可以有哪些应用 比如说我可以拿来把这个电 收集到从我的手机 有一天我没电了 那我靠你的摩擦奈米发电机 稍微摩擦一下 然后就可以发电 有没有这个机会 在 其实您刚提到的 主任提到 其实这类型的发电机 所谓的摩擦奈米发电机 其实它可以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去收集不同种的机械能 所谓的不同种的机械能 我举个例子 像风力发电机 它就只能收集风能 风能 你风要够大 要够强 对你的电 它才会转 像台风这么大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它就是说 那如果没风 这个发电机 其实就是在那边罚站而已 对 但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设计的 就是这种新型的摩擦奈米发电机 它其实可以提供的是一种 因应你想要的环境 你可以设计适合的器件 你只要能够让这个器件 能够一直不断的产生运动 它才有运动 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摩擦 它就能够产生所谓的电出来 所以举个例子 或许可以把它放在 比如最简单的应用就是 直接把它放在像是鞋子上面 你只要在走路的时候 走路的过程中 走路的过程中 就很像一般可能 家里有小朋友的帮忙 应该知道有那种鞋子 后面会发亮的那种鞋 对 其实它那种其实就是 我们就可以整合在那种上面 我们只要每踩一步 它就会有踩下去 就是踏踩踏踩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接触分离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电能就可以 顺着这样子的运动而产生出来了 对 那这个如果要做这个 你所谓的摩擦奈米发电机 它需要造价很高吗 它大概怎么做 让可以观众朋友 让它有想象一下 其实这个的制作 这种类型的摩擦奈米发电机 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整个的制作 非常的简单 对 那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它其实需要有两片 两片这个塑胶 因为东西要接触分离 你要有塑胶 那塑胶就像我们以前 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有学过的 所谓的 两个东西摩擦 就有个会带症 也会带腹 塑胶尺 对 毛皮摩擦尺 对 这样子的一个举例 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材料端其实是 只要是 它是一个 甚至是 不见得一定要是固体 你要是液体 我们都可以透过液体来 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摩擦 液体能够拿来发电 也是可以的 液体摩擦来发电 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举个例子 液体摩擦来发电 就是液体摩擦发电 因为其实 我们都知道雨滴打在 就是落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会跟空气摩擦 它跟空气摩擦 所以其实液体的 这样子的雨滴 其实是会带有电荷的 是带有电荷的 但是你不会被它电到 不然电到 那下雨天淋雨就被电死了 对 所以它基本上来说 它是带有电荷的 但只是它的电荷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计 像我们以前做过一个 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 把这样子的一个器件 直接把它放在一般的屋檐上面 那屋檐直接在雨滴打下来的时候 它会直接 就是在滑落的时候 因为雨滴在滑落 它就在运动了 那这样子运动的过程 其实也可以产生出电燃 然后来让我们的一些 所谓的器件 来去做所谓的供电的使用 那如果都没有下雨怎麼辦 都没有下雨的话 那就看有 那代表说你这个环境 不适合用 不适合用这样子 收集雨滴的摩擦发电机 所以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收集 所以才会提到说 我们有算收集风能的 收集这种雨滴的 有收集走路的 甚至是收集这种人体 你这种摩擦的 就是看你怎么样 设计你的器件 来去应应你想要的应用端 所以它的所谓的应用端 我是觉得相较于一般 传统的收集机械能的器件 它更多元 而且更适合去导入到我们一般 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里面 那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收起来的 产生的电能 我把它收集起来 我是随收随用吗 还是我 还是一样可以把它储存的方式 然后我需要用的时候 再把它提出来使用 是的 其实这个也是个非常 就是所谓的 因为像我们上礼拜提到的 除能很重要 对 所以其实这个的除能的技术 必须要 这样的创能技术 必须要仰賴一个好的除能的一个装置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 像是一个储存东西 就把它除下来这样子 当然除非是你的应用 就是希望它一直不断的在作动 那你就可以不用存 直接就拿来用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红绿灯好了 你红绿灯应该没有想要亮点的时候 它就不亮了 想说大家都睡了 不可能 对还是要亮 像这种一直要电的 那你就不用 那你就直接就是想办法 让它一直电就一直供给它 一直供应给它 对 就看你的应用跟需求 跟考虑一下 这个红绿灯旁边有什么基线 你可以 对 你可以拿来 拿来收集的 那你另外一个问题 那红绿灯旁边 会有什么基线呢 你可以猜 红绿灯旁边 可能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红绿灯 红绿灯 车子经过 车子开过去的摩擦 能不能发电 可以 就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像是 这个 就是整个的这个 比如说那种斑马线上面 对你可以把它上面都是 就是整合在这个下面的 这个地上面 你车子开过去这样子的震动 其实就已经可以足够去 产生一些电能 这么吸引你的电能发电方式 是的 那电租到 那如果新人走过去 它会有那个 会被电到 不会 这不用套太大 因为只要 它还是 它不会有所谓的漏电的问题 对 它是一个收集 收集电的装置 所以基本上还是会有 该有的一些保护措施 还有一些除电的 一些配套的一些电路设计 会让它有一些 没有所谓的安全的疑虑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 你刚刚提到的 这大部分可能是用在 比较小的电力产生的一个范围 是 那如果比较大的电力 是的 如果有没有机会用在 需求量比较大的 因为刚刚提到可能衣服 或是什么 红绿灯发电 那我今天 我能不能收集到 能够拿来充 充我的摩托车 充我的平板 可以收集到这么大的电量吗 是 还是需要透过一些材料的设计 可能有需要打 可能有机会打到 就会变这样子的 其实是 应该说这样子类型的 新型的蒙擦发电机 其实 刚刚大部分的举例都是 比较 算是小型的器件 对 包含像是刚刚讲的 红绿灯 或是说一些所谓的 一些这种小的这种 这种电器 那如果比较大的 像刚刚提到的电动摩托车 甚至是家里停放的电动车 甚至是有没有可能真的就 去取代传统的这种 大型的风力发电这种 其实就会变成说 在技术层面上 或者应该在逻辑上面 是可行的 因为就像提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然后它的成本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 用很大的很多量的 这样子的摩擦发电机 把它整合串联在一起 对 那我们刚刚 其实这个 其中一个最 应该是我们这个领域 最有趣的应用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 摩擦耐敏发电机 去收集所谓的海洋能 海洋能 就是想一下就是想像 一颗一颗的球 里面都有一些东西可以摩擦 非常适合我们高雄 对 非常适合 对 就一片 一片的这样子的 比如像一颗一颗的球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一颗一颗的球 它就会在 在随着你的这个 西子湾的这个海风 这样子这样吹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产生电能出来 包含旁边的树 或旁边的这个河岸边的这些 所谓的提岸之间 只要有水流过 有洞的东西 都可以设计一个适合的电能 那当然这东西就必须要靠很大量的 很大量的发电 对 但它再大量就是 它不会是一个很像 像风力发电这么一大支 处立在那里 它可能就会变成像是一个灶井 你可以把它变成像是风铃 或者变成像是一些 因应当下的一些 对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它不会只是一个 冰冷的一个发电机 而会是一个 能够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 发电 所以我可能就把它放在 比如说家里面 有这个小型发电机 是 可能让我在家里面需要 使用到一些小电源 是的 比如说加热跟什么 或者是我要加热个热水 然后加热水 煮泡面 等等之类的洗澡 那应该是可行的吧 那我还是建议你还是插插头 会比较快一点 如果你要煮泡面的话 对 那可能会 电可能没那么大 对 就是你可能要用的 你要煮泡面 你可能会 对 要花好久的时间才能煮完泡面 那我建议还是 可能出去忙回来都吃饱了 对 还是出去吃好了 还是出去吃得比较实际一点 对 所以说这种小型的发电机 主要还是小电流的一个供应 对 那如果要用随身 攜带的是小电流 但如果是那种 比如说刚刚我讲的那种 定制型的话 可能需要比较大片的东西 对 因为能源这种东西 其实它不会只有一个新的能源技术 不会是一个新的 就要把旧的完全取代掉 对 所以就像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无线的充电技术 我们也不会把 你家插头全部拔掉 会移不移掉 我们就还是会用乖乖 什么时候该用插头的 我们还是会去用传统的这种电力 有时候要比较方便 那只是说如果你看需要的 不管是外出 或者说在家里 可能只是小型的电器 或许它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便利 对 就是主要是讲求便利性 是 如果说我们要把它用的话 可能就是随差随用 或是可能放在身上 它可以马上拿来用 不用等很久 对 因为毕竟科技 还是有人性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 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选项 让我们的所谓的使用者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对 这才是诉求 对 所以说 刚刚提到了 有很多种不同的创能的方式 太阳能 风能 然后火力发电 那有些会产生污染 所以刚刚一老师提到 这些发电方式 都是靠身上一些摩擦 一些物理的方式 主要是物理的方式来发电 那跟一般化学方式 会产生一些污染的方式 会很大的不一样 好 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南方科技城 城市的最弹疯狂 高雄光光 陪伴你探索 FM94.3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绿灯亮起 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终结行人地狱 就从停让坐起 骑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 务必减速慢行 遇到行人穿越时 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在行人号制与行车号制 皆为绿灯时 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路口安全停让 开创步行天堂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与公路局提供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 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 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 增订修正条文 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 道庭陈述意见的权利 并且透过隐私保护 信赖之人陪同道庭等机制 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 审理程序 为自己发声 少年事件处理法 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 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 让被害人的声音 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 由私法院提供 减碳生活运动 减碳生活运动 再升职 有 環保快 有 脚踏车 脚踏车 脚踏车咧 这些小动作 都可以让地球更健康哦 节能减碳运动 生活处处可行 高雄94310一起来 用创意点亮奇迹 用指挥成就客气 随时掌握趋势的埋葬 大套未来 收听高雄广播 前瞻的 未来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产业新知的 南方科技城 好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南方科技城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潘俊仁 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聊了一些创能的技术 很高兴我们邀请来宾是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化工系叶敏欣老师 我们刚刚聊了 叶敏欣老师的专长的东西叫做 摩擦奈米发电机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多一些例子 这个摩擦奈米发电机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我现在想到的 我们开车 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观众朋友在下班 听众朋友在下班 那他可能开车 那像昨天有下雨 那下雨的话如果我在我的挡风玻璃上面 装这个摩擦奈米发电机 那我的水是不是可以 就可以拿来发电 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是有的 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的这种 摩擦奈米发电机的 它的材料可以很多元 所以其实要做到全是透明的 是可行的 对 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收集电力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转化雨滴的转化过程当中 那当然就要考量到 你的操作环境是不是真的 会很常碰到下雨 对 就像像你买了 你有这样的种子 结果你开了一年 只下了一次雨 好像很没活 可是我开车的时候都有风 风吹过来 也是可以 风的摩擦的电 应该比较永续吧 是这个也是一个 像我那个时候在 美国做的第一个研究 最靠风的 就是想要收集窗户的玻璃 就是窗户有可能会 收集到的能源 对 那因为这个研究 其实背景是这样子 就是本身我在博士班的 研究的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所谓的智慧变色窗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这种智慧窗 能够在我们 想要遮阳的时候 你通电它就可以产生 所谓的颜色改变 颜色改变 就是我们一般 如果在机场行账 或是一些商店 国外的 通电之后 它原本是透明的 一通电之后 它就会变色 然后可以帮助你去做 这个挡光的动作 那可以透过不同的 电压的操作 你可以选择要挡一点 还是挡多一点 就是看你要挡挡光的效果 所以会比一般的 传统的这种窗帘来得更方便 因为你可以选择你的穿透度 所以这个叫做电质变色 对 电质变色的窗户 还有提出一个专业名字 电质变色 电质变色的玻璃 对 电质变色的玻璃 可以随着不同的场景 然后来改变玻璃的颜色 是的 是的 对 这刚刚提到 因为事实上是电质变色的玻璃 所以代表说它要电 它要电去做这件事情 对 这个电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 有没有可能透过收集 环境的电能 来让它产生 这样子的一个变色的行为 对 这个时候就是又要去跟老天借一下电 那传统的方法可能就会使用的 要电很简单 就装个太阳能电池就有电了 但就是大家听众想一个场景 就是太阳能电池 你把它装在玻璃上面 你家窗户上面好了 你的窗你到底是要装 你是要一个窗户 还是要一个太阳能板在你的窗户 你快摊出去 就会长住了 对 它所有都是太阳能板 然后只是为了让你玻璃变色 好像就失去了窗户的目的了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有没有方法是可以不要用 一般的太阳能电池 因为我还是希望它是个窗户 对 那很重要的 剛剛廖友提到很重要 它要是透明的 对 它是要透明的 不能装上去之后 整个窗户都是黑的 对 这样就不是窗户了 对 窗户变胆板了 对 这时候如果是刚刚提到的 如果是放在车子上面 这样是要怎么开车 对 这样直接就被警察攔下来了 对 攔下直接看不到了 对 所以这种情况变成说 那就是太阳能电池 应用在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这种所谓的 电池变色上面的 这种 器件上面的一个限制 所以那时候 我在第一个在美国做的研究 就是有没有可能可以收集 窗户上面可能的 这种 机械能 然后可以透过我刚刚提到的 摩擦耐敏发电机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能源收集 然后让它直接可以产生变色的行为 对 那当然这个系统 就会是我们等于在这个领域里面 就是所谓的摩擦耐敏发电机里面 所提到的一个所谓的自供电的系统 自供电的系统 自供电的系统 自供电 也叫自驱动 自己会驱动自己 它有很多翻译的方法 甚至是你把它装上电池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可以变成自储能的一个 自储能的系统 它可以放在那边 就是它可以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而你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做一些额外的 一些所谓的充电 或是换电池这样的工作 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未来 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技术 能够达到的一个所谓的 永续的自供电系统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变色窗户 我们希望透过 环境的自然的这种能量 那既然 让它变色 那刚刚之前提到 既然不用太阳能电池 代表说跟太阳 转换太阳能这条路已经没了 那就要找其他的能源收集器 那这时候就要想 窗户上面还有什么能 自然的能量是 可以让我收集 而且可以让我拿来变色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 既然它是一个 可以用它那里的发电机 那我把它整合在玻璃上面 它可以有机会可以收集 我唯一想到窗户上面的两个人 可能只有风的能量 风吹上去 它可能会造成所谓的震动 造成玻璃的震动 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雨滴落下来的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这样的玻璃 让它可以整合这种所谓的电子设变的这种 玻璃的窗户 然后让它整合我刚提到的全透明的 同时可以收集雨滴 还有所谓的风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机 然后成功的让它可以做到变色这件事情 所以它就可以不需要再仰赖 所谓的传统的这种电池 或是家里的这种配电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未来我们在所谓的 所谓的绿色建筑或是一些所谓的 绿色建筑上面 对绿色建筑上面 它可以自己去随着我们的光线 或者随着我们的气温可以去做这个风 收集能源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能配合一些 新的除能技术 能够让它有个开关 这电反正不就是放着 反正窗户没事也是在那里 它就一直风 风一直吹 雨最大 等到我想让它做变色的时候 当我发现外面太阳很大的时候 我再按按钮 它自己就会把刚刚的那些电 能够转换回来 对 当然我们从实验上结果 我的实验结果目前是 大概要像台风天这么大的雨 然后 十几级正风 对对对 十几级正风 对对对 可能就是在高雄港这样子吹个 我示范过要吹六千秒 对它就可以变色了 大概就是你看一部电影 它就可以变色了 对对对 变色大概是一个指甲这么大了 对对对 你家窗户多大 那你不要 那有没有靠可能之后一些材料 科技的技术眼镜 让这个效率能够更提高 是的 因为材料基本上 都会是我们在说 不管是儲能 或者创能里面 一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相信只要未来 透过一些新型的材料 或者是一些新型的一些改制技术 相信都可以把刚提到的 收集能源或者把转换能源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效率能够更加提高 对 所以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做结合 是的 比如说在挡风玻璃上面 是的 可以靠雨滴可以靠风 是的 所以我同时可以用一个东西 然后收集这两种物理方式的一个电就对了 是的 是的 所以它的永续性怎么样 耐不耐用 可能call上去之后 可能两天太阳一照 它可能就剥落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还是它其实很耐用 应该就会回归到 一开始我们所讲的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机 它的优势就是 它可以用所谓一般的塑胶 就是所谓的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 基本上在我们一般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方便 但是它其实也很难被 環境给代谢掉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稳定 所以根据我们大部分的研究 我们都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当然高分子材料有很多种 那当然很适合用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这些高输出的这种高分子材料 其实在稳定性上面 都还是非常的好的 不怕日晒 不怕日晒 希望雨林 看是哪种方式 对 那真的就算是换了 就是坏掉了 你要换你也不会痛 因为它就真的很便宜 因为它就是塑胶 就塑胶 对 就是一些比较低成本的 相对比较低成本的 像高分子材料 对高分子材料 那这高分子材料 其实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在高分子 这块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我相信在很多的高分子 其实都非常适合应用到 新型的摩擦耐烈发电机里面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 可以说是自驱动的一个系统 自己会自驱动自供电系统 那跟我们常见的太阳能 风能 火力 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它主要特色是什么 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应该 其实这种所谓的自驱动 或是自供电的概念 其实并不是一定需要整合 这种所谓的摩擦耐烈发电机 才可以实现的 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大家可能有看过那种 不知道大家是夜市 有没有看过那种摇头娃娃 就是你只要照光 它的头就会滴滴滴滴滴滴 看过那个东西吗 你不会没看过吧 你真的没看过 比较少逛夜市 好 高属夜市这么多 你少逛夜市 另外一个局 有没有那个 我改天去看一下 另外一个是计算机 计算机 大家应该知道 只要打开它其实 只要照光 计算机可能 就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画面 不管是哪一种计算机 基本上来说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好像不太需要中电池 你好像打开有光的地方 它只要照一下光 它马上 那有个小个太阳 对 其实那个就是 所谓的一个自供电的概念 你只要找到一个 适合的能源收集的装置 整合到你的器件上面 让它放在那边 你不用动它 它自己就会产生 它该有的功能出来 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的 一个自供电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功能性 对 那我们刚提到的 这种所谓的 我常常有发电机去实现 这样的自供电的技术 其实 跟传统的 刚刚讲到的 太阳的电池最大的 的优势就会是 它不会受到天后的影响 就刚提到 因为太阳电池 它毕竟还是要收集 靠天 靠天吃饭 如果是你到了一个 靠天发电 靠天发电 你要看今天有没有太阳 所以变成说 这样子的一个 发电的模式 你就会变成是 很吃你的时间 还有吃你的 外面的天后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 那个再生能源 它的一个缺点 它有一些 时间性的 是的 间歇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 收集方式 其实都会让 这样子的应用到 所谓的自供电的 系统上面 其实是会有一点隐忧的 对 反观是像我们 刚提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参加免发电机 它其实收集环境的机器人 当然要 就是你要看你收集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稳定的 像比如说我们 相当讲的这种所谓的波浪能 波浪能 基本上360度 它都会一直波浪 不会因为白天 对 你都是风吹的方向不一样 但基本上 浪都在那里 那你就收集高或低 其实是 是它都在作动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 它就比较不会受到 所谓的 环境的变因而影响到 它的这个输出 对 那刚刚您讲到这个事情 我想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 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都有在戴智慧型手表 那我们智慧型手表 每次可能晚上一两天回去 可能当天一天都没电了 那有没有机会 在我们表盘下面 装一个这种东西 然后靠着每天 可能手动的来发电 一直持续说 不要我整天用完就没电了 有没有机会实现这个 目前 以目前的技术来说 觉得应该还是有很大的 突破的空间 很大的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对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 其实它 这样子的发电机 其实它并不是要 它并没有办法提供很大的 能源的输出 对 因为它其实就是从我们 生活中周遭的这种 微小的机械能 让它转换变成电能 对 所以说如果只是要靠单纯的 对 放下手表 或者单纯的靠走动 要能够维持 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像是 智能型手表 这样子的一个作动 能够维持 其实是有难度的 对 以目前的技术来说 是有难度的 但是其实我们希望达到 应该说我们 希望达到的是 我们或许可以让它 原本你只要一天就要充电了 我们希望可以让它至少 你可以睡到柠檬窄 再充也沒關係 就是你或许有机会 可以延长你的操作时间 对 所以或许可以让你的使用的模式 或者 就是额外一些 那个电力的补给 对 因为它不是让你取代 因为就会回归到 如果我可以把电池用得更厉害 那我就根本不用充电了 对 所以这其实就是 就是说辨识这两个技术 其实都是要互相搭配的 那当然两个技术 如果都变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能够符合我们 大家的生活上所要的需求 相信大家在未来的 这种所谓的未来科技上面 是可以期待会越来越便利的 对 就刚刚列老师讲的 各位朋友不要误会 我们就可以真的可以取代电池 不是这样的 它是等于是说 我们电力的供应的另外一个方式 对 就稍微补充一下 对 它可能用在非常小电流 或者是微型的一个器具上面 对 那这种制供电的方式 就在穿戴上吗 还可以放在哪些地方 车子 它其实就像 因为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整合 就会变成说 像我们这块领域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 这个领域其实它很多可以结合 对 像我们之前有碰 我有听过这个 在做这个造桥的 造桥 对造桥的 它就是 它的当场就是做造桥 就是盖桥什么的 但他们要算那个振动频率 就看那个桥现在的振动 所以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器件 把它整合到 就是把它依附到这个桥的上面去 它可以去监测你现在这个造桥 因为它只要有震动 它就会产生电 这个时候就可以收到这个震动的讯号 对 变成说它就可以去实现一个 但是又不是震动 不是每天都有 因为有可能没车我就不要有讯号 所以它可以做到有经过的时候 有车经过它可以产生讯号 去做这样的收集 所以像大到像桥的这种东西 或是说像是我 我自己有在做一些所谓的 穿戴型的这种声音感测器 对 我们并且有做到一些 我最近也研究 我去尝试想要把这样子的概念 把它应用到所谓的血糖感测器 血糖感测器 对 就是它可以用自供电的方式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的研究油就是 刚刚有提到 它其实就是透过所谓的 接触跟分离这样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出电 对 那我们就再试着去开发一些 新的一些电极材料 让这样子的一个上面 刚刚讲到 接触跟分离上面的高分子膜 能够让它可以去认得 你的所谓的血糖里面的东西 所以当它有机会可以去跟它 做这个所谓的交互作用的时候 你在下一个接触跟分离的过程 它的讯号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讯号的差异器 就可以辨别你现在身上的 血移密里面的这个血糖的高还是低 这就是说一种比较特殊的应用 对 就是用在一个血糖侦测器里面 因为本身自己的研究的其中块领域 也是在做感测器 所以变成说就是整合这样的技术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在感测器 这一块里面去做一些不同的发挥以及应用 那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研究的技术 好像有新闻有报道过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个技术 哪个技术 哪个技术我想一下 哪个 给我点记得 雨滴那个吧 雨滴对对对对對 就刚刚我提到的对对对对对 就是透过雨滴去产生那个 玻璃产生变色那个研究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刚刚有提到的研究 那是什麼特色吸引到他們來做這個 應該是說就像剛剛提到 一般傳統都是用太陽能電池 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應該算是 世界第一個提出 我們會收集環境中的雨滴跟風能 來去做到智慧變色窗的 這樣子作動的這件事情 那雖然在食物上面 其實還離真的能用还有一段路 但是其實相信這樣子 透過材料的設計 或是製程上的改善 相信它可以有機會可以 我們當然希望未來是 它是可以實現所謂的 自供電的這種智慧變色窗 它就可以省去不必要的 這種所謂的電路的電線 或是一些所謂的一些 電池上面的這種複雜的需求 對對對 所以這主要還是收集 我們生活中的 類似說物理人嘛 是 物理人 那可能是譬如說 那講話的時候 這種震動有沒有辦法收集 講話的震動是可以收集的 連這個都可以收集 應該說 那我們要怎麼收集 因為震動會有所謂的 它就設計一塊膜 讓你的聲音在傳送的時候 這個膜就會震動 所以在透過這樣的震動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去產生 一樣產生指揮的接觸分離的過程 一樣會產生電荷 但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 發電其實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好 但它其實更另外一個比較有錢的應用 會是所謂的這種所謂的人聲辨識 人聲辨識 對 就變成說 我對於它辨識有點像是一個 可以辨別出你的聲音的一個器材 因為它會震動 看到這麼好的東西 雖然電比較小 那是不是有其他一些 我們需要帶客服的一些問題點 是的 應該像您主持人提到的 其實這類型的 我們它有發電機應用在不同的應用上面 但剛有提到 其實你要材料比較穩定 比較耐用 那它的可能可以想到的 它的效能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材料開發 對 材料開發 所以變成說你有好的材料 可能穩定行動不好 對 那其實這其實是一個 要從材料端面去解釋的一個點 對對對 那第二個就是 它的電流基本上還是會受到 這種所謂的 你的運動的頻率的高低 會有不同的電流 會有大有小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其實對於所謂一般的電器來說是 很有可能會造成電器的損害的 對 所以其實後面還有很多的 比如像是電路的整合 或者說怎麼樣讓這樣的 不穩定的電流 就像聽說朋友應該有些今天是 家裡停電的時候 如果突然電突然來了 有家裡可能電器就會燒掉 因為可能一下子電流太大過去了 除了歡呼之外 對對對 歡呼就是公寫換電腦之類的 對 或換電視之類的 對對對 對 這樣子的器件其實也會有的 因為你可能會因為 比如說剛講的 如果你裝在鞋子裡面 如果你突然跳得很開心 它就電流太大 可能輸出太大 可能爆掉了 對 流就有可能爆掉了 但這個東西相信都可以透過 一般的這種所謂的 更進階的電路設計 可以讓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轉化出來的電流 能夠更加的穩定 然後讓它可以穩定的輸出 給我們想要的供給的器件這樣子 對 對 對 那可能聽做朋友 聽做朋友聽完這一集之後 可能有興趣 去想要更深入了解 有沒有什麼資源可以讓他們 可以深入了解的 更深入的資源 對 更深入的資源 讓它可以了解到 這種自供電發電的一個系統 事實上因為現在這個技術 其實基本上還非常的新 因為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是在2012年才被提出來 所以到現在也才約莫十多年而已 十幾年而已 對 非常新的一個概念 對 像剛剛上一集提到的電池 其實都已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已經知道 都已經在用了 對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 我們當然也是希望可以透過 一些額外的一些課程 能夠讓慢慢有 慢慢讓學生們 或者讓一般的有機會 可以碰到這樣子的一些 基礎的一些知識 對對對 那當然我們可能會 透過一些教案的設計 或是一些課程的 或者是透過今天這樣的功能 讓聽眾朋友了解 在世界上有 這樣子一個新的 對對對 那如果真的是 未來有機會可以聽到 至少 它不會是你第一次聽到 這樣子的技術 對 不會說你第一次聽到 什麼自驅動一個系統 對對對 不會這麼陌生 我們知道好像 聽完葉老師講完之後 好像有聽過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呢 這個系統啊 你可以預期會帶來 我們的生活 有什麼改變 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未來會是一個 大家聽眾朋友 應該有聽到 所謂的物聯網 所謂的IoT的一個 物聯網 對 物聯網 一個IoT的一個社會 所以代表說 需要這樣實現 這樣子的一個 的一個願景 我們就必須得要透過 環境中要能夠一直收集到 不斷的訊號 你訊號收集的越多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這些訊號 去對它進行所謂的 目前的可能性 像大數據啊 或是一些所謂的 後面的一些資料整理 能夠幫助你去 去整個去實現 這所謂的IoT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但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收集訊號 這件事情 其實就會回味道 那收集訊號 它本身就是一個 需要電人的東西 對 所以要有越多的訊號 你就要有越多的 這種所謂的偵測器 那這些偵測器上面 基本上都是需要有電池的 那你放1萬個偵測器 就要有1萬個換電池的動作 因為它不可能不吃電 它一定要有電 因為你收集到訊號 它就有訊號 會要發送到你的這個 雲端上面去做這樣的收集 對所以我們都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自供電的概念 或說自供電的概念 當然它可能沒有辦法讓它 能夠放在那邊 就一直產生訊號 對 但至少可以讓它 不要是1年換一次 我們可以讓它撐到 5年換一次就好了 對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能夠讓大家 能夠變得更方便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未來人力會是 最貴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可能大家會想到 有機器人怕什麼 機器人也要吃電 對 只有我們人不用吃電 我們吃飯的 對 所以譬如說這種情況下 那還是需要人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讓這樣子的 未來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概念 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 需要更換電池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的這個頻率能夠下降 對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 可以把它整合到這種所謂的 希望未來是可以整合到 所謂的穿戴式的這種元件上面 剛剛你提到的 因為我們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 所謂的生物的感測器 會放在我們身上 就像大家的智慧手錶一樣 現在可能它可以偵測你的睡眠 偵測你的心跳 當然相信大家不久就會 希望它還可以偵測更多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希望知道 現在自己身體的狀況是什麼 但是又不喜歡去醫院 就喜歡看著你的智慧型的手錶 然後想要得到一點慰藉 覺得我今天過得很好這件事 那這些東西它功能越多 它就越吃電 越吃電 對 那當然 如果你願意背個電池 那你不用擔心了 對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試著去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 新的這種創能技術 它可以是很軟 它可以隨身攜帶 讓你可以去攻擊你現在身上想要的電器 那當然它還是需要充電 但至少不用一天充一次 或許我們可以做到 兩天甚至到一個禮拜 我們再把它放下來充電 所以等於是感覺像Salon Pass這樣貼住 然後我們就可以運動的時候 我Salon Pass就可以發電 當然是期待未來這個Salon Pass 它的發電能夠越發越多 那也希望說 不是只有Salon Pass 還有其他更多的東西 可以整合到我們未來 大家可以幻想的 所謂的智能衣 電影上看到的那些東西 相信它未來這些 這些所謂的科技 都會落實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希望我們曾經提到的 網上軟電化電機 能夠在這樣子的科技裡面 能夠幫忙輔助一點電力 是 今天葉老師跟我們提到這個 一個全新的概念 這種創能的方式 奈米摩擦發電機 是跟我們一般聽到的不太一樣 記得各位聽眾朋友 以後聽到不要覺得意外 十幾年前就已經有這種東西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進行到這裡 非常謝謝我們的 葉米欣 葉老師 謝謝大家的收聽 也謝謝聽眾朋友的收聽 歡迎大家下週二同一時間收聽 前瞻的科技的 未來的南方科技城 南方科技城節目 由高雄廣播電台 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作直播 感謝您的收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